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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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行走趣味競賽 外籍學生和台灣學生是同場 競技玩得相當的開心 段午節快到了 學友處是舉辦 思香情眾相義段午節特色活動 幫助境外學生認識台灣文化 主題就是思香情眾相義 那外籍的學生在 每逢佳節被失親 雖然是台灣的 中國的節日 但是我們在慶祝的過程裡面 也希望學生 學習到中華的文化 讓了解知道我們在 這個時間點我們在慶祝什麼 那吃這個東西的意義是什麼 在長津大學阿嬤手把手 教學下境外學生和台灣學生 體驗包粽子 學生幾乎都是第一次嘗試 包粽子感到十分的新鮮有趣 我覺得是很晚的活動 可以一起做活動 還是一起做就是 做中式做很好的活動 Hello my name is Marco I'm a student from Daya University Daya就讀碩士 那來自玻利維亞 那也是他第一年體驗到我們台灣的一個 端午節的一個活動 那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最主要就是 能夠體驗到我們後面在包這個 肉粽的一個感覺 那他等一下也會學習怎麼樣去包肉粽 他覺得這樣的一個文化活動 非常有意義 每逢家姐被施欣希望透過包粽子 路上行舟競賽等活動 讓境外學生不只更深入了解台灣文化 也能在台灣找到家的感覺